老公,我要進來幫你 老公,我要進來幫你 老婆,你懷孕了 不如你在外頭休息吧 這些等我煮就好啦 不忍心讓你一個人替我做飯 反正我在外頭沒有事情做 我現在除了 誰會怎麼當一個好媽媽之外 我還要當一個好妻子 況且醫生說 適當的運動對寶寶是好的 哎呀,才剛懷孕 一下子就要躺著的話 肚子還沒大,我就變肥婆了 變肥婆了 那你今天要做什麼給我聽 老婆,你懷孕了 所以今天我注意到對你身體有營養的給你喝 那就是 泡生燉烏雞 為什麼要用這個泡生呢 用這個泡生是因為它有滋補提神 今天的材料有什麼 今天的材料就有 一隻烏雞 泡生片 紅棗 鹽跟水 嗯,說到這個紅棗啊 多試的話呢是補血的 那好,首先呢 我們先來處理這個烏雞 老公,我來幫你講 老婆,你懷孕了 不要不要,等我來,等我來 好,再這樣這個雞腳 也可以砍掉 再將這邊呢 切開一半 切一半,對 再砍成一半 好,已經砍成四塊了 好,水已經滾了 來 將這種雞肉呢 全部放進這個滾水裡頭 汆燙一下 汆燙一下 要去掉這種 血腥味 對 那燙好了之後呢 就要把這個烏雞啊 放到這個燉中裡頭去燉 嗯,好 拿上來 來 放在 這個燉中裡頭 然後呢 再將這個 泡生片 打完下去 再將這個紅棗 也放進去 對 也放進去 好 將到紅棗倒下去 放呢 大約呢 是五百毫升的水 蓋過這些材料 好 好 然後呢 再來蓋下去 好 那我就把這個水呢 放到燉中裡頭 嗯 好了 好 在這個燉中呢 放進去 再加蓋 再加蓋 要燉多久呢 要燉三個小時 那好了之後呢 拿著上來 放少許的鹽 就可以使用啦 那這個呢 就是泡生燉烏雞 好 我們來開看 這一餐的食譜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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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